2013年一场车祸导致加亚斯兰投入凹陷 无法行动 也失去表达能力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案组是没有那么的开心的 有一点忧郁 后来我们的团队有安排一个针灸师 来帮他做了一些针灸和一些物理治疗过后 渐渐地他就康复了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脸上露出很多的笑容 加亚斯兰住在疗养中心 刺激接获提报前往关怀并提供疗养中心费用补助 刺激之工带加亚斯兰如家人般照料 目前健康状况已经改善 所以经过了五年 今天他终于可以回到他的家乡的一个安老院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有更多的时间来一起陪伴他 临别前眼神流露不舍 加亚斯兰回家共享天伦之乐 长情大爱也将会由当地的自己志工来接力关怀 大爱新闻真正美志工程友福马来西亚报导 全国金斯兰回家共享 感谢观看